瑞芳区公桥里是属于峡谷地形 因此只要是防汛期或是梅雨季节 公桥里一定是比其他地区下的雨量还要多 吹的风势还要强 也因此里内的道路标志或地标 也因此被吹得歪气扭巴 常常得换新的也让里长相当无奈 瑞芳区公桥里的路口是一个歪置路口 但是这路口交通意外频传 这几年里长也征设反光标示 在这两条的路的旁边架设放慢速度的景欲 警告左右来车的车辆 并且在这交叉处设置花台LED灯降低不少意外发生 因为每到了台风季节的时候 那我们这边的风向大部分都是南北方向这样吹 那吹的方向正好是正极到原来设置的这个方位 那常常会造成破损 不过在这路口因为刚好是迎封面 所以设立在这里的路标耗质感等等 因为强风长期的吹拂 常常是被吹得东倒西歪 日前才将地标的指示牌全都更新过 耗质重置的问题终于在这个月初的时候解决了 那有请观光局的部分协助本里 把旧有的耗质标志还有园区指示牌把它移除 然后重新设置新的部分 重新再打地基再立牌 那建置完成之后 在这个巡洪期也就是台风期的时候 也会比较安全一点 要进入公朝里的这个路段 因为是Y字路口 一条往喉童一条往社区 因为这里有视觉死角 所以这两年里长用尽各种办法 设立不少标语 发挥警示作用 降低路口意外 而因为定型关系 路标有可能会常常坏 让里长也是相当无奈 姐成为瑞芳采访报道